聊斋志义 作者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夜查国 焦州有位姓徐的商人 经常飘洋过海做生意 有一次 他遇到风暴 商船失去了控制 被风吹得飘来荡去 当他睁开眼睛看时 船飘到一个地方 深山苍翠 徐某希望能遇到土著居民 就把船拴在岸边 带着干粮和干肉上岸 刚进入深山时 只见两旁的山崖上有许多形状不同的洞口 密集的就像风房一样 洞中还能听到人的说话声 徐某来到一个洞外 停下脚步向洞内一看 只见洞中有两个叶叉 牙齿就像排列的剑脊一样参差不齐 眼睛外凸 就像灯笼一样 他们正用爪子劈开一只火鹿 然后生吞活泼地吃着 徐某看见后十分害怕 急忙向山下狂奔 可是 叶叉已经看见他了 叶叉马上放下手中的鹿肉 抓住他并带回洞里 两个叶叉说话 就像鸟鸣说吼 这两个叶叉睁着撕裂了徐某的衣服 好像即刻要吃了它 徐某吓得要死 赶紧取出口袋里的干粮 还有干牛肉一起送给他们 两个叶叉分着吃 吃得特别香 然后又来翻他的呆子 徐某摇手表示他没有牛肉了 叶叉大为恼怒 又来抓徐某 徐某向他们哀求说 你们放了我吧 我的船上有锅和蒸笼 可以为你们煮肉做菜 两个叶叉听不懂他的话 还是怒气冲冲的 徐某只好打手势 叶叉才好像明白了一点 于是两个叶叉跟着徐某来到船上 取出吹具后又回到洞里 徐某拾捡了一些柴火并点上火 就把两个叶叉吃剩的生露肉煮熟后又给他们吃 两个叶叉吃得特别高兴 到了夜晚 叶叉用大石头堵住了洞口 防止徐某逃走 徐某蜷缩缩着身体 躺在离叶叉很远的地方 心中充满恐惧 害怕被吃掉 天亮以后 两个叶叉出了洞 临走时又把洞口堵上了 过了一会儿 叶叉回来了 又交给了他一只鹿 徐某拨去鹿皮 又从洞深处咬来清澈的溪水 分别用几个锅来煮鹿肉 不久 又来了几个叶叉 一块吃煮熟的鹿肉 吃完后 叶叉们都用手指着锅 好像是咸锅太小 三四天后 一个叶叉带来一口大锅 与人们常用的大小一样 从此 这群叶叉从各处列来野狼或迷鹿 交给徐某烹煮 等肉煮熟后 叶叉们还招呼徐某一同来吃 几天后 叶叉们和徐某熟悉了 出门时也不再堵门 对待徐某就如同对待家人一样 时间一长 徐某渐渐渐能通过叶叉们声音语调听懂他们的话 常常模仿叶叉们说话的声音说叶叉语 叶叉们更加高兴了 于是就将一位母叶叉许配给他 开始时徐某害怕得不敢接近他 母叶叉倒是主动做出求爱的表示 徐某就和他上了床 母叶叉高兴得不得了 常常留住一些肉来给徐某吃 像夫妻那样好 有一天 全部叶叉都早起 每个叶叉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串明珠 他们轮班出了门 好像要迎接贵宾似的 叶叉让徐某多煮了一些肉 徐某问他发生何事 母叶叉说 今天是天寿节 叶叉国王的生日 母叶叉出去对叶叉们说 徐郎没有猪串 于是叶叉们各自从自己的猪串上摘下五颗明珠 一并交给母叶叉 母叶叉又将自己的解下十颗 加起来总共有五十颗 母叶叉用野柱麻搓成绳子穿上珠子 然后将其挂在徐某身上 徐某一看 每一颗明珠均架之连城 过了一会儿 全体叶叉都出了洞门 徐某刚刚煮好肉 母叶叉就来邀他出去 说 快去接天王 徐某跟着母叶叉来到一个几亩大的洞里 洞中有块大石头 平滑得像桌子 大石的四周都是石凳 上手的石座上蒙着一张豹皮 其余石凳上都铺着鹿皮 二三十个叶叉依次围坐了一圈 片刻之后刮起大风 尘土飞扬 叶叉们都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 来了一只怪物 长得跟叶叉差不多 大叶叉静止奔入洞中 岔开两腿坐着 用雀鹰一般的目光左右顾示 叶叉们也跟随着他进入洞中 分两对站着 一个个都仰着头 两臂交叉成十字 放在胸前 大叶叉依次点名巡视 问道 卧眉山的人都齐了吗 叶叉们高声地答应着 大叶叉看到了徐某 问道 这位是从哪来的呀 母叶叉说是自己的丈夫 其他叶叉又纷纷表扬了她的厨艺 说话间 就有两三个叶叉跑了出去 把徐某煮的肉带来 大叶叉伸手就抓 吃得十分饱 他极力赞美熟肉的味道太香了 并且让他以后按时进贡 大叶叉看了徐某一眼又说 你的猪串怎么这么短 叶叉们替他回答 出来乍到还没有制备猪串 那大叶叉从自己的脖子上解下猪串 送了他十颗珠子 这十颗珠子不同寻常 每个都有手指甲那么大 圆圆的如同弹丸一般 母叶叉连忙接过珠子 穿好后又让他戴上 徐某按叶叉的方式 向大叶叉表示了感谢 大叶叉离开了 他是乘着风走的 所以不乏向飞式的那么急速 叶叉们在大叶叉走后一拥而上 把大叶叉吃剩的熟肉吃个精光之后 才各自散去 徐某在叶叉国住了四年多 母叶叉又为他生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都是人的样子 和他们的母亲一点都不像 叶叉们都特别喜欢这几个孩子 常常聚到一起俯弄他们 有一天 叶叉们都外出巡猎食物去了 只有徐某一个人坐在洞里 一个别的洞的母叶叉突然闯了进来 要和徐某自通 徐某表示不想和他上床 那母叶叉大怒 把徐某打翻在地 这时 徐某的妻子叶叉从外面回来 一看到这种情景 顿时勃然大怒 冲上去与那个母叶叉搏斗起来 咬断了他的一只耳朵 又过了一会儿 那个母叶叉的丈夫也来了 等把事情解释清楚后 徐某的母叶叉便让他们回去了 此后 母叶叉天天守着徐某 一刻也不离他左右 三年过去了 儿女们已经会走路了 徐某常常教他们说人话 孩子们也渐渐地学会了一些 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人类语言的味道 这三个孩子虽然还小 可是翻山越岭就像走平道似的 他们跟徐某很亲近 就像父亲和孩子之间的感情一样 有一天 母叶叉带着一儿一女出去了 很久都没有回来 洞外北风很大 徐某忍不住思念其远方的故乡 他和儿子一起来到岸边 发现他当年飘来的船还在那里 于是就和儿子商量 一起回老家去 儿子想让他的母亲知道 徐某没有让他去 于是 父子二人上了船 经过一昼夜回到了娇州 徐某到家时 徐琪已经改嫁 徐某将两颗明珠卖了 换了很多钱 所以 家产特别富足 徐某给儿子取名叫徐彪 徐彪十四五岁时就力大无穷 而且生性粗忙好斗 娇州的首将 见到徐彪后 认为他是个奇才 就让他在军中做了签总 当时边疆年年打仗 徐彪每参加一次战事 都力有战功 他成为副将时 年仅十八岁 当时 又有一个商人出海做生意 同样遭到风暴袭击 在沃眉山海岸靠了岸 商人刚刚登岸 就看见了一位少年 商人非常吃惊 那少年知道商人来自中国 就问他的故乡在哪里 商人把实情告诉了少年 少年把他拽进幽谷中一个洞口长满荆棘的小石洞里 少年嘱咐商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要离开山洞 少年走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他拿来了一些鹿肉给商人吃 少年告诉商人 我父亲也是焦州人 商人再往下一问 才知道徐某就是少年的父亲 商人在做生意时认识他 所以他对少年说 我和你的父亲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 如今他的儿子都当了副将了 少年不明白副将是什么意思 商人说 副将是中国军队中的一种官民 少年又问 什么是官 商人回答说 官就是出门时骑车坐轿 有人名罗开道 进门时端坐高堂之上 他在上面吆喝一声 下面的人就会一起出声应喝 不管是谁见了他都不敢正视 更不敢对面站着 这种人就叫官 少年听了脸上露出羡慕的表情 商人说 既然你父亲在焦州 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于是 少年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商人 商人劝他南下回到故乡焦州 少年说 我也这样想过 可是母亲不是中国人 说话和长相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何况同类一旦发觉我们要走 一定会残害我们 所以考虑再三 还是拿不准主意 少年临走时对商人说 等挂起北风的时候 我来送你走 麻烦你把我的口信 烧给我的父亲和兄弟 半年时间过去了 商人一直待在洞里 有时透过洞口的荆棘向外偷偷张望 只见有许多叶茶在山中走来走去 商人心中十分恐惧 不敢轻举妄动 终于有一天 刮起了大北风 少年突然来到洞里 拉着商人急匆匆地跑到海岸 洗毛钱 少年又一次嘱咐商人 你一定要铭记我拜托你的事 商人答应着 少年又把一些肉送给了商人 商人就驾船驶离了海岸 他的船特意直大交州 然后就前往副将徐彪的府上 把自己经历的事情十分详细地告诉了徐彪 徐彪听后十分悲伤 一定要去寻找亲人 父亲徐某担心海上风浪太大 山中妖魔太多 情况过于险恶 难以靠近 所以极力劝阻他 徐彪还是伤心不已 痛哭不止 徐某也无法劝阻他 于是徐彪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交州的大帅 然后带着两个亲兵乘船出海 哪知海上刮洗逆风 船无法正常行驶 半个多月过去了 船仍在海上飘荡 徐彪在船上向四周望去 四面都是无边无际的海水 近处也是一片迷茫 无法辨别东南西北 忽然间 海上掀起滔天巨浪 徐彪等人的船轻刻间被掀翻 徐彪落入海中 在海浪中一沉一浮 不知过了多久 徐彪好像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被拖到一个地方 那地方居然有一些防射 徐彪再一看 救他的是一个怪物 相貌和叶叉相似 徐彪用叶叉话和他聊起天来 那叶叉十分惊讶 问他要到哪里去 徐彪告诉他说要到沃眉山去 叶叉高兴地说 我的故乡就是沃眉山啊 刚才冒犯了你实在是罪过 可你现在离开去沃眉山的旧路 已经有八千里了 这条路不是去沃眉山 而是通往独龙国 叶叉于是又找来一条船 送徐彪上路 叶叉在水中推着船 那船就像离前的舰一样 飞速前进 转瞬之间已经行进了几千里 第二天 船已到达沃眉山的北岸 远远地就看见一个少年正眺望大海 徐彪了解沃眉山没有人类 怀疑少年就是自己的弟弟 走到近前 那少年真的是弟弟 兄弟俩拉着手放声大哭 过了一会儿 徐彪问母亲和妹妹怎么样了 弟弟说他们都很好 徐彪想和弟弟一块去看他们 弟弟阻止了他 自己却匆忙离开了 徐彪这才转过身来 要感谢那位送行的夜叉 夜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一会儿母亲和妹妹都来了 他们见到徐彪也放声大哭 徐彪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母亲 母亲说 恐怕去那里会遭受欺凌 徐彪说 儿子在中国做官 非常显贵荣耀 没有人敢欺负您 一家人回中国的打算 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但是那时正是逆风 无法行船 这使他们很苦恼 母子四人正在愁愁为难的时候 忽然看见船上的步番向南吹动 风将步翻吹地发出瑟瑟的响声 徐彪高兴地说 真是老天帮助我呀 母子四人陆续上了船 船在海浪上快速前进 像箭一样激起一片片雪白的浪花 三天以后 徐彪母子的船到了焦州海岸 他们的模样将见到他们的人下的奔走躲避 于是 徐彪脱下自己的衣裤 分别给母亲和弟弟妹妹穿上 到了家里 母夜叉见到徐某大声怒骂 恨他不与他商量抬腿就走 徐某不停地向母夜叉道歉 徐府的家人们上前拜见珠穆 大家都十分恐惧 瑟瑟发抖 徐彪劝母亲说中国话 穿绫络绿 习惯着吃中国饭菜 大家心中都十分高兴 母夜叉和女儿平时都穿男装 样式与满足的服装相似 几个月以后 母夜叉能够听懂一些中国话了 弟弟妹妹的肤色逐渐变白了 弟弟叫徐豹 妹妹叫叶儿 他们的力气都特别大 徐彪经常因为自己缺少知识而觉得羞愧 于是 他就让弟弟去读书 徐豹在兄妹三人中是最聪慧的 不论是惊识自己 过目不忘 徐豹不甘心自己只是读书取士 徐豹就让他学会拉强弩 驾驭猎马 练就一身武功 中了五颗近视 后来迎娶妻子阿又姬的女儿 徐叶儿因为母亲是叶叉 没有人愿意娶她 那时 徐彪标下元首被妻子去世 徐彪迫使他聘娶了叶儿 徐叶儿能拉开几百十重的弓 在百余部以外设小鸟 居然能够见无虚伐 元首被每次出征都请妻子同行 后来元首被关至同志将军 他的功劳有一半要靠徐叶儿 徐豹34岁那年 挂将军印同兵出征 关至一省绿营兵的最高长官总兵 母叶叉也曾随徐豹南征 当遇到强大敌人 他都身披铠甲 手持刀剂 杀入敌阵接应儿子 敌人看到母叶叉无不四散奔逃 皇帝下诏封他为男爵 徐豹替母亲上书此谢 于是改封为夫人 并不呈不苹 徐豹 写 写